所有經典都在A卡迷人堂 你好 我是李嘉銘 進入到2024年 有一部戲劇掀起旋風 也吹起了上海熱 今天我們要帶您來看到 導演王家慧 十年磨一間的作品《繁華》 戲劇的背景 鎖定在1990年代的上海 當時正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 人人都有機會翻身成為風雲人物 而故事的主角阿寶 他就抓出這樣的機會 躍身成為寶總 更成為當年最繁華的黃河路上 熱門的話題人物 這部戲也融合了有商戰 愛情以及友情 而導演王家慧 他也把他特有的藝術美感 融入到了這部劇中 先是花了六年籌備 才實際開機拍攝 然而這一拍又花了三年之久 讓不少演員都叫苦連天 但為什麼一部戲要拍這麼久呢 今天帶你一起來解密 抓住了機會就有可能改變人生 有人乘風而起 有人半日歸零 我叫阿寶 跟上海大多數的阿寶一樣 每天在這片滾滾紅塵裡 鑽門路 成世面 1990年代的上海 正值改革開放初期 加上上海證交所掛改營業 人人都在找尋機會 同一而阿寶積極拜師 有了耶穌帶路 要拼原始積累的第一頭金 向上股票的燃營業 需要二位四 能在這裡想要這幾塊對吧 給呀 分一個禮拜人光 盡可能再去家 車座一百塊 一百塊啊 這幾塊得照的 再去一兩禮拜 到人口去不跑它 到地上 無論海外大陸我就等了 其他 達成沒的 什麼啊 這幾個月後的大牛市 讓投資者掂量到了新國的價值 三十元一張的認購證 升值一百六十倍 從此我進入大戶行列 在最繁華的黃河路上 燈紅酒綠 餐廳林立 雪深地談判的戰場 其中最神秘的 莫故於從外地來到上海 開設飯店置真園的老闆娘 李李 在圓珠裡面 李李是非常神秘的 我們保留了他的傳奇性 明天早上九點 准事來接舞 去哪裡 王河路 遇到王河心不死 王河路是個消息最快 表面上他是來王河路開飯店 背後是資本的力量 地山海明山高 交際手腕高明 臉上時常掛著不可一世的神秘笑容 每一步都經過謀劃計算 在劇中和保總的鏡河關係 成為貫穿全劇的看點 我希望我的未來有一天 還是由保總出資 經營餐廳夜東京的老闆林子 交涉刻畫鮮明 各有代表的 主席人員 林子代表的是本邦精神 是上海女性突破裡面最耀眼的存在 上海女老闆 見面開口笑 過後不思量 除了情 還有意義 我們選擇汪小姐 因為她代表了外貌 類似另外一道風景線 我們保留了援助裡面 汪小姐的感恩 把她的追求 從延續生命生孩子 改為她個人的自我完成 這部電視劇《繁花》 是導演王家衛 從定義化足電視劇的首部作品 改定著作者 金言宇辰的 和您所說 我還記得 第一次見金老師 最後 他親親問我一句話 他說導演啊 你是有名的曼公出西活 十年 你認為可以嗎 我說我敬禮 今天我很高興 因為我完成了 這個十年之緣 籌備六年 開拍三年 整部戲的畫面 充滿王家衛的藝術氣息 彷彿每一格 都能獨自成為一幅畫 對於每個細節 更是講究到位 一個一比一的黃色路 就是完全是按照 黃色路現在的比例來搭 然後把舊兵年代的 最輝煌的黃色路 要重建出來 這個時候 當然我們在實景當中 加上我們 希望把黃河路 聲延得更長 劇組透過歷史考驅 耗資23億台幣 把黃河路一比一 實景搭設出來 要原汁原味 還原當時的繁華榮景 就連演員選角都堅持 一定要會說上海話 拆購到底也更有腔調 同時導演在和演員面談前 就先做足功課 在拍攝的過程中 他會時不時地會冒出一句說 你曾經演過一個什麼戲 裡面那種感覺 你想回想一下 哦 我就我就 我就很驚訝 他居然看過 這些戲他都看過了 其實在跟我聊天的過程中 他已經是在了解我這個演員 已經在了解我的性格啊 特征啊 他會根據他看到的 更真實的你來調整這個角色 來調整這個劇情 而且我覺得每一個演員 都在王湛瑋導演的鏡頭裡 呈現了最好的一點 沒有固定的腳本 而是讓劇情隨著演員成長 跟著浮鬥 但這樣的拍攝方式 卻也讓演員吃足苦頭 你說說我一個在比方一點 我真的沒有一個 一定的車呀 一定的車的車 我也是 演的時候我就會覺得說 你怎麼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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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胡哥是差不多時間進去的 他大概比我早個一兩天 早個一兩天之後 他比我早經歷 然後我就說 你怎麼這麼做 我就說你怎麼這麼做 然後進來 我怎麼搞的 江子在看 我英雄的 阿拉子 我們有一場戲 你們將來會看到 那場戲 導演說拍了86遍 一共兩天 拍完最後一遍 導演說過的時候 我發現我對面做了一個 實力拍演員 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自己都希望還有下一條 因為不斷地在突破 不斷地在開發自己 在挖掘自己的潛力 你在看的時候 你肯定會想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可以拿給我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 二十條三十條 對我們來說 就是我們自己也想再多嘗試 就當補充啊 哇 真假 滾了 那個當下就覺得說 這個又包含著情意 又包含著尊嚴 又包含著面子 就是剛剛 太 太含 就是包含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是不能接受這件事情的 就是不 我又衝著去 夾蝶子又衝著去 別動 都別讓我當下 都別讓我當下 他那個 歇斯底的那個狀態 拍了其實挺多遍 老邪的 老邪的 因為他每一條 他都是百分之百的去爆發 非常遠 我們當時拍了很多個鏡頭 還有軌道要跟著 所以那天他拍完以後 他整個人都 那個狀態就完全卸下了 你們不能接受 女主人 看中間 一 二 三 女主人 在第一次 一 二 二 八 同拍這麼多次 拉長整體拍攝時間 除了是導演王家衛 對藝術的追求外 還有另一個主要原因 那就是整部劇 都用單機拍攝 因為王家衛認為 這樣鏡頭底下的女子才美 就連上宮時間 也得斤斤計較 為什麼老師要 就是三四點鐘出發 五六點鐘才開拍晚上 一拍就幹到早上 導演回答我 導演說 上午女演員不好看 然後到了下午他們來了 化完妝了 五六點鐘開拍的時候 都是最好看的 我 好 很感謝導演 在我最美的時候 保存在了這個鏡頭裡 這部戲裡面 是一定很幸福的事 就是這樣慢工出戲活的態度 造就了劇中 無論是莉莉 王小姐還是林子 都能呈現出最美的一面 王家衛十年抹一劍 端出繁華引發廣大迴響 透過小人物奮鬥的故事 打造出的不只是一部戲劇 而是映照出那段 美好且充滿機會的時代 繁華的成功 不只在於演員演技的突破 其中穿插的57首片樂 更是全劇的靈魂 而劇組為了取得這些歌曲的版權 更是砸了超過新台幣4000萬元 其中不乏許多耳熟能詳的歌曲 另外像是江玉恒唱紅的 再回首也再度成為熱播歌曲 為了宣傳火燒絲光棉的 三陽排服飾 劇中寶總刻意秘密起來飛翔 替上市首日點燃一把火 燒出熱度也燒出熱銷行情 更替觀眾燒出通往那個年代的回憶 一個寧國老法師 加兩個紅幫裁縫 一把揚州剪刀 瓦寶就變成了寶寵 之後幾年 藉著改革開放的春風 我在原始市場裡摸爬滾打 勤找那束照亮自己的光 從外貿到債券 半磚頭 轉差價 從小到大 野蠻生長 完成了原始積勒 阿齊勒把塑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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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走 台灣人熟悉的 《我的未來不是夢》 以及《愛拼真愛娘》 會因劇中寶總的興起 以及遇到危機時 積極突破的意志 導演王家蕙運用配樂 把角色沒說出口的心境 做了完美的補充 也用來當作喜劇元素的鋪陳 來 要唱首歌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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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怕 我不可怕 你的身心迷糊還你 永遠 愛你 孟小佳 孟小佳 恭喜 民道要上市 那我是27號的領導 你們在這裡跟那些黃毛毛唱過 唱什麼 啊啊啊啊 你跟我三陽牌 又有什麼關係 無論是三陽牌上市前一晚 焦急的范總 找上汪小姐理論 得到解釋後 上樓跟著高歌一曲 笑話十足 還成為整部戲的名場面 你來哪天你笑鬼虎蝦 我到這裡有鬼字體 可能要你 我的圈子要比你嗎 不可能 我相信 我相信你 我相信 我相信 我想晚上 你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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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身體 我相信 或是汪小姐被下放工程后 为总的大胆是爱 搭配舞蹈呈现 成为全聚亮点 然而汪小姐从外贸公司 遭到下放 新晋的转变也透过歌曲做出演示 我的振扎 自信可爱的未来 跟谁有能做到 从不得志的郁郁寡欢 到最后融入工程生活 迎接光辉岁月 汪小姐也从此脱胎换骨 成为红口小汪 只不过感情支线上 似乎就没能这么顺遂了 四年 说我应该放弃 四年以后他就退休了 科长的位置会是你们 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啊 肯定 你并不是我 没有怎能了解 就算是执迷 让我执迷 误会 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 我小姐 总共想过 凭非我不愿意走出弥队 只是这一次 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 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 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围 就算痛苦 就算是累 也是属于我的伤悲 曾经的革命情感 以及萌生的爱恋情愫 全都寄托在这首执迷不悔当中 句句歌词 都让观众听得心如刀割 至于保总前往东京谈生意 和林子的相遇 同样也有经典隐藏其中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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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从东京回上海的机票 还有预先印好的夜东京名片 这是保总感谢林子帮忙的谢礼 也是两人共同经营夜东京的开端 搭配神剧 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 似乎再适合不过 保总今天想吃鱼了 鱼还在吗 那就要看你想怎么吃了 大鱼有大鱼的吃法 小鱼有小鱼的吃法 那今天我就给保总比赋给他 是大事小女店 巴菲特保总知道吗 知道 A先生对崇拜的人 去哪里 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现在只想好好地睡一觉 是我胸口永远地痛 南方天空飘着北方的雪 热情攻减冷冷风中 是我胸口永远地痛 是我胸口永远地痛 永远地痛 昨夜的梦留给明天 明天 明天 保总 对你我还有第二条件 永远不要相信 来自陌生人的山影 你我不是陌生人 在这场道别戏中 李李华丽转身 最后止住心中的悸动 张力十足 仿佛把两人的现在 与过往一次做了了结 然而在阿宝的心中 却有一个 怎么样也忘不了的他 我应该帮来 我现在也帮忙 你更不认识 我一想他过去就 可以帮他 等会 他欠你 是谁偷偷走走走走我的心 不能分辨黑夜光天际 是谁偷偷走走走走走走我的心 不能分辨黑夜光天际 是谁偷偷偷走走走走我的心 我的眼睛看不见我自己 在认识王小学之前 我曾毫无保留地爱过一个人 大家要谢谢凡花的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现在是演唱会 可真要谢谢他们因为 这首歌很难 我老实说 九十年出了以后 我可能参过不到三次 好歌又好棒 是寂寞 是寂寞 慢慢遮掩我的心 长夜越来越冷静 回忆越来越孤寂 是否会 再慢慢浸湿我的心 抹去了最后的泪滴 从今后再为谁哭泣 感情上浓烈的哀愁交织 偷心这首歌随着繁花热播 相隔三十年再度被世人传唱 同时还有另一首歌 只要一出现 就触动心弦 反抗镜 都给了电 都傻 就拿了 今夜不会再有 能舍的旧梦 曾经与你拥有的梦 今后要相信说 再回首 都干啥了 陪你远走 再回首 泪眼朦胧 小人 留下你的终 这么能拧走也尾雷吧 你这么安心一下 看天温暖我 不管明天我要面对 多少想痛或迷惑 曾经在拥有 不安安 反反覆覆覆重追问 才知道平平淡淡 从中楼涌彩时间 江湖再见 回首恍然有梦 再回首 再回首 替宝总传奇的故事做了总结 也替这部年度大戏 画下完美句点 看天温暖 导演王家卫有着独特的看人眼光 在繁花剧组打磨拍摄的三年期间 演员看到成品都惊呼 这真的是我吗 而主角们包含狼牙榜里头的胡歌 沿喜功率的新职蕾 以及何以生肖默的唐燕 在两岸三地都有高知名度 但是他们是怎么被王家卫一眼向重 成为繁花故事中的灵魂人物呢 运程微卧沉浮深沉 与老戏骨有本仓对戏 丝毫不若下风 胡歌的宝总 商战心理战都是狠角色 是繁花的灵魂人物 打破大家对他根深蒂固的服装形象 其多人对胡歌的印象就是 狼牙榜中辅佐晋王出谋划策的 却影才子梅长苏 回顾他的演艺生涯 一出道就备受瞩目 嘿嘿 我李逍遥要做天下第一大侠 我要出强扶弱 我要名流七十 哇 林月如要让林家宝成为第一大方 我是女帮主 然后再跟这个畅蛋均定 我 赵灵儿 要让所有男教国子民永远幸福快乐 刚进技术的时候 对什么都很好奇 然后呢 自己有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每天什么也不想 就是想怎么演戏 然后回去以后很累了 但还是睡不着 因为还要想明天怎么演 科班出身的胡歌 气质与外貌 都与李逍遥十分相称 首次出演男主角 就成了大陆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 却没想到 《仙剑奇侠传》播出后 緊隔一年 他就遭逢人生最大打击 因为好像这次撞车 就把人与人之间的那层隔膜撞掉 把人脸上戴的面具都撞碎 就觉得现在与人交流都看得很透彻 然后也觉得所有的朋友都很真诚地在 全身包满纱布 笑起来很勉强 2006年8月29日 正在拍摄《射雕英雄传》的胡歌 从片场赶回上海湖地发生车祸 脸不回容 右眼险些失明 缝了上百针才捡回一命 虽然身边的人不断鼓励他 但他还是很没自信 复拍的第一个月在现场 我们经常拍完一段戏以后 就哑雀无声 没有人说话 就接近崩溃的边缘我觉得 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回来 那根本就 一个是给人家添麻烦 一个我觉得 我可能真的不适合 真的演不了戏 这段时间的胡歌 人生相当挣扎 回想起他做演员的初心 像现实低头 就是我想早点赚钱 因为我觉得可能当演员的话 可以更早地 帮家庭改变生活吧 我母亲常年得病嘛 生病嘛 然后我爸又 之前跟朋友做生意 也没挣到钱 想到家人以及影迷的期待 五哥鼓起勇气面对 接下了仙剑奇侠转三 在熟悉的工作环境下 挑战一人分尸四角 演技更上一层楼 吴虎哥不仙剑 演完仙剑三后 成为仙剑系列 影迷的最佳男主角 但他也走出舒适圈 突破自我 若不是经历了成人难以忍受的煎熬 你的容貌 也不至于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既然我活了下来 就不会白白地活着 出演繁花整整三年 虎哥在导演王家卫的打磨中 从阿宝到宝总收放自如大标演技 是繁花最大功臣之一 而在剧中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他 未来客花柄有什么用 第一 南国头的股东大卫是银行 相对于现在证券市场的威魔 他们背后资金的支持接近于无穷大 第二 卢柏是自营物业 未来房地产生值会带来巨大的价值 你怎么比 三年的戏 前两年我都很茫然 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不知道自己演的对不对 基本每天都在走路 都在回头 都在摆一些姿势 有一段时间还挺崩溃的 收火 好 来 去 我就跟导演讲 我说导演我去演画剧怎么样 他说你怎么想的 为什么决定要去演这个画剧 我说我就是想突破自己 他说两个小时一个人 我说你狠 我完全是在做一个非常冒险的事 而且这是我最害怕的事 就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上 要做就做自己最害怕的事 只要挑战他 你以后就不会再害怕了 演漫画剧 回来以后 导演说 嗯 你讲台词的味儿对了 这是我要的李李的 一如繁花的李李 西外的心之类 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但他这苦熬了七年 才等来一个能被看见的角色 你跟我说 我金玉言 若有害过这些人 遇事被遭灭族 你这个贱人 我金玉言和我的孩子不得好死 你竟敢送中我们母族 你这个贱人 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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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的心怒 美艳的异国美女 实则歹毒残暴 家贵妃一叫 让心直累熬出头 但随之来的却是各种负贫 说实话 我没有预设过自己的书 我不觉得他有 我想红 我想成为国际巨星 对我来说 他们都是一样的 简单的欲望 也许是因为 家贵妃的形象深入人心 艳丽 富有企图心 直接的说话方式 让心直累被说 长着一张充满欲望的脸 但他坚强背后的故事 却遭人忽略 我爸爸在去世之前 大概瘫痪了有五年的时间 有一天 我爸爸跟我说 我特别想要一个电脑 我想上QQ 跟你的叔叔们聊天 结果因为拮据 我没有给他买 我拒绝了他 现在爸爸不在了 我每年只能给他 去烧那种 纸做的电脑 所以我希望自己有钱 我承认我对金钱有欲望 因为我希望自己 永远都不要再 因为一顿饭 因为一个电脑去后悔 去负责 繁华里里爆红 这次心直累的努力 没被外表埋没 她的名字被观众牢牢记得 不好意思啊 莉莉 今天是我不请自来的 汪小姐是为了保总应该的 我也是为了支援 汪小姐也请理解 在黄河路上 新店要立足有多难 汪小姐应该知道的 黄河路上每天有这么多的生意 每天的生意都成百上千 莉莉怎么就偏偏找到了保总了 唐嫣在繁华中 从静静业业的上班族 变成夜心勃勃的汪总 一切只因她不服输 我也是干扑马克力 你是死高姆的啦 你叫我反正我姆的 干嘛扑中啊 反正 不是我死高姆的 身为陆剧《八五花》的一员 唐嫣除了美貌 还有高人气 出演了不少热播喜剧 过来吃饭吧 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啊 刚才太尴尬了 我先出去 你换好衣服出来吧 不过总是演傻白甜女主 唐嫣被贴上 不会演戏 过气的标签 婚后以家庭为重心 这三年更只演了《繁华》一部戏 因为想要演得更好 她曾情绪溃体 戏这么好的老师 前辈老师来 然后那个跟我对戏 我有压力的啊 然后就是我 又不是一条过的了 对吧 我也有点哈思死人 你说对吧 然后就是也有点压力的 我鼻子一下子霜了 然后我就走走走到监视机前 我说 导演我 我来岁了 你离三位 导演王家卫不多说 只给她看了一个片段 对她说 你就是汪小姐 我一看 好像跟平时我的样子 也不太一样 跟我平时的表演 也不太一样 所以就瞬间信心倍增 抬脱发品骂名 唐嫣破茧成蝶 演技还逼哭王家卫 一如剧中的名字 明珠一般 删感法量 您是赢神 我这都是汪小姐 就是汪小王 汪小王 我全都为了哭 问他 汪小王 二王 不要错过去 你推药 迎接光辈岁月 风雨中突然之意 亚 加油 一生 acknowledging 欢迎回来 我是家鸣 《繁花是汪家卫》首部电视剧 更是他耗时近十年的心血结晶 其实他的作品并不多 三十六年来只有十一部电影 以及一部电视剧 但是每一部都是佳作 连李安都说 他觉得王家卫是个令人嫉妒的人 如果基于是一个罐头的话 我希望这一部罐头不会过期 如果一定要加一个日子的话 我希望它是一万年 其实多多少少一部电影 都反映了导演的心态 其实每一个导演在电影里面 都放了很多自己的密码在里面 时间 独白 色调 意识流 是王氏电影的标志 王家卫不是多产的导演 二十五年只拍十一部电影 外界认为他在视觉上挖空心思 但他说是为了解决问题 我必须说 之后《Days of Being Wild》 因为这部电影是不做得很严重 在剧场上 所以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人 能处理我们的电影 所以我们开始我们自己的公司 和我们自己的剧场 所以最多的时间 我们工作很严重 像《Junkie Express》 基本上我们制作这部电影 就像学生的电影 我们没有时间 去设置 像大型设置 我们只需要 今天日子是今天 可惜能试吗 又不知道去哪儿呢 你知不知道 我们有我们的 就是我们在车门上 因为我们在车门上 撞了它 所以每天是像 在车门上 而且 在实际上 有些的我们的风格 其实是从那儿 有很多电影 我们拍摄 像是在车门上 我想要做这些酷的东西 为什么我不能做这些酷的东西 像 拍摄 跟大型电影 无论的剧场 第一次王达来找你的时候 也没有剧本吗 那次他 他有讲故事给我听 他讲给我听的时候 我觉得很吸引 所以才有第一次的合作 其实大家都说 他没有工作 是正确的 但我每天都在写 所以基本上 我没有 我没有一个故事 的故事 我继续续续续 因为我能看到 都是妒忌的 我能看到 这些人的主题 喜欢人不犯法 可我也只能到喜欢位置了 你比如说是王家卫 我就是才华小子 不管你别人说什么 拍得超之烂 去吧 走一片混乱 拍得三个月都不要了 后头又补戏了 还蛮轰轰的 他都不知道 你看作品 王家卫的作品 就那种小资的那种 真实感觉 我跟你说一流 而王家卫对艺术的完美追求 吸引了同样热爱电影的伙伴 摄影杜可峰 美术指导张淑萍 黄金铁三角 横扫电影大奖 他问我 Chris 你真能这样子吗 因为我们工作已经三十个钟头 我想不到其他的东西 我只能这样子 不过 第二天 我的那天晚上 你睡不着觉 因为你会在想 我只能这样子吗 是王家卫给我最重要的一种地方 一路王家卫 愿意十年磨一剑 张淑萍一个发型 可以花超过八小时 杜可峰能不顾安危 冲进火场补拍画面 他的核心团队很少更动 心灵相通的合作伙伴 成就步步经典佳作 却有人认为 王是电影破碎不连贯 看都看不懂 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跟我作对 为什么你不能对我好一点呢 你想我对你好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我不是你亲生的 本来应该是好好的 你说了一半留一半 我只想知道 谁是我的亲生父母 他拍阿飞正准的时候 你看他拍那个拇指指甲 他就感觉是拍摊四立的 你们看完王家卫的电影 这个人一定是很闷烧的 王家卫公众场合必戴墨镜 所以有了墨镜王的外号 而他的墨镜也有故事 因为他的眼睛未光 结婚时太太送他一副墨镜 从此墨镜不离身 成为他的工作服 连字都看不清楚 却也不拿下来 这位看似严肃的电影诗人 还把与太太的出日 写进故事里 怎么样才可以让我忘记 亚美呢 我跟我自己讲 由这一分钟开始 第一个进来的女人 我就会喜欢她 当年王家卫因为失恋 去酒吧喝酒 邂逅了一名戴墨镜的女子 两人都喜欢电影 聊得很投机 而她正是香港电视台的 节目监制 使她的妻子 最好的工作伙伴 陈以静 坦言自己作品中的女性 都有太太的影子 她是她导演梦的最佳推手 鼓励她勇于尝试 欢迎回来 我是嘉明 王家卫出品 避暑佳作 但她的慢工出细活 可是苦了一票影帝影后 到底她是怎么打磨这些演员 让连影帝 拿到手软的梁朝伟 都被逼哭呢 王庫路说现在 最得意的人是谁 阿宝呀 现在不可以这样叫人家了 要叫她 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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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没有看到 对 我们都知道里面 我都知道里面还有没有我 所以我也很害羞 所以我也很害羞 所以我自己怕了 繁华筹被六年 拍了三年 心之类 明明是女主角 都不敢肯定戏份多寡 王大导演多难捉摸 有此可知 系数她的坑人历史 足藩不及被载 连影帝影后到她这儿 也得NG几十次 今天干嘛打电话来我公司 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 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 S6晚的确是因为我跟王家说 我不能再拍了 他说为什么 我吐了 因为你是真实的嘛 我在学生局 我会吐了 你能不能开口说句话 我都很不习惯的 我是有情绪的 就是我很猛烦 为什么要踢27踢呢 为什么你要 你告诉我 为什么才可以 你又说不到 为什么给我听 我觉得我做得很好 你还没觉得是OK的 もうどれぐらい この列車に乗っているのか 忘れてしまった すごく寂しくなってきた あの本当に台本もないし 君は人を待ってる って急に言われて 誰を待ってるんですか いやいや 誰とかじゃないんだよ 君は人を待ってるんだよ Ready? って言われて Action 生的进来 死的出去 我现在出去 你能怎样 你试试看 虽然工作了这么多次 但是我还是会问 对 他怎么回答 他就说 你有什么 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你就跟我讲这样 然后我就陪伦伦伦伦 跟他讲了 他就说 这一个音乐的时间 你就长大 你就不一样 我还是听不懂 王家卫拍片 动辄好几年 外号一剪眉 拍得通通 剪光光 为了他的慢工出 细活 不止演员 连导演好友 都被整惨了 我真的没睡觉很多天了 我只是希望睡三个小时 我就拍了最后几个镜头留下来 就给副导演拍 然后我跟王家卫说 等一位梁家卫来了 你写一写哪枪戏 让我休息一下 你写哪段戏给我吧 然后王家卫 好好好 然后我就回去酒店睡了几个小时 回来 竟然没有局部 王家卫跑掉了 拍东斜西毒时 王家卫进度缓慢 只好找来刘正伟救场 被逼着用一个月 赶拍东城西救 没想到拍东城西救时 王家卫来了灵感 大概脚笨 原先演东斜的张国荣 成了吸毒 刚进组的张国荣 造型还是东斜黄药师的清俊模样 到了正片里 则成了有胡子的欧阳峰 为了王家卫出演的王祖贤 却在成片被剪到只剩一个侧脸 但最惨的还是投资商蔡松霖 她以为自己投资的东斜吸毒 是长这样的 其实杀一个人很容易 一人可以充满帮人解决麻烦 不知道能不能帮我 你们觉得十两人这个价钱很贵吗 但我现在跟你说的 你们一家大小 二十几个人命的安全 只要你不断移给他银两句的话 他一定可以帮你杀出来了 金庸武侠片拍成文艺片 王家卫横扫各大电影奖 但投资四千万 只回收九百万的蔡松霖 就成了最大受害者 演员 投资人 工作伙伴 即便都被他坑惨了 却还是挺他到底 王家卫究竟有什么魅力 你看我跟王家卫拍了二十年 很多时候有很多想法 构思是 我们拍完戏上映 他出来季节会 我才知道 原来你那个时候是这样设计 无论他叫我做什么都会做 因为我知道他总有他理由 就是一个我们之间是一个这样的默契 在你眼中 这块饼是一个武林 对我来讲是一个世界 所谓大乘若缺 有缺憾才能有进步 真管用的话 男权又何止被传 他说是被打击的好像 难道我不会演戏吗 原来后来我才觉得可能 在现场太多演技了 他希望把那些技巧都去掉 就 就把你弄累了 弄累了 然后你就没有那么多技巧了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自己可以变成这样 我变成了我会对他有信心 之后我跟他合作是我完全将自己交为他 我不用担心 我出来美不美 我的角色 逗不逗人喜欢 一定是最美的 最完美的 这是一个信任很重要 我认为就是 他们感觉跟你一起做 是没有白费这个时间 还是就是说 他会感觉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网 对他们来说 因为你基本上会过滤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有意思才留下来 感谢你的收看 A卡米人堂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